姜粉泥罐肠治好肠沾黏案例 长期困扰我的腹痛 胀气以及便秘的症状已经有30多年 医院检查曾诊断为肠沾黏的问题 医生告知是一种手术后的后遗症 只要动过刀就会出现或轻或重的沾黏情况 沾黏减率约95% 因为担心再度开刀仍会有机会造成二次沾黏 所以就想尝试其他方式来解决 这些年我吃素 吃得很清淡 有试过进食 药物治疗 低渣饮食 少高鲜 多喝水 细嚼慢咽 以预防阻塞 凡是可以维持肠道的通畅 能够改善便秘的方式 我都尝试过 生活饮食中也很注意减少摄取会产生气的食物 如豆制品 奶制品 高油脂等食物 只要有人建议可以帮助肠胃活动的 我都尽量做 但是也都没有太大改善 2010年开始接触原始点 知道是体寒热能不足的问题 我开始补充内外热源 改变生活饮食习惯 腹痛及胀气已有很大的改善 2018年5月开始姜汤灌肠 这个直接温暖腹部器官的姜汤灌肠 只灌了几次多年困扰的腹痛及胀气症状 几乎完全改善 2019年3月 我改用姜粉泥灌肠 第一次用15毫升 停滞很久没有排出 不像之前姜汤灌肠时间很短就有强烈变异的感觉 姜粉泥灌肠后肛门热热的 肠道暖暖的 觉得很舒服 大概六七分钟后才感觉有点变异 排便时毫无感觉和姜汤灌肠的感觉不一样 第二天再用30毫升姜粉泥灌肠 大约10分钟有强烈变异 明显感觉肠道热热的 真正达到直接温暖换出器官 而且时间又持久 第一个星期没有特别感觉 但到了第二个星期突然感觉排便能轻松滑出 和之前姜汤灌肠的感觉不太一样 多年排便像挤牙膏的感觉几乎完全消失 明显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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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